今天就來到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現在有個新名,陶教授 叫做暴徒大學 你看這個龍門也搬了出來 這裡正在走到二號橋的位置 就是當天最大的衝突場面的地方 你看看整個地都是磚陣的 這些水 這些水就是學生、校友 是怎樣搬過來的? 由四條柱或者崇基那裡 一個人一個人地傳過來 OK 就是人傳人 那叫做很長的人面才能傳到? 是啊,所有宿舍那些 我想加上外邊的人就一起來了 這個時候真是何其壯觀 有幾個校巴畫花了 校巴也畫花了 剛才我來到看到很多標語 一成幫戰勝歸來 還有一個令我最深刻的就是 我反抗故我在 還有法文的 他改編自我師故我在 可能哲學系也是學生 是啊,可能是哲學系 學生也不奇怪 還有很多物資 是啊 還有很多雜物物資 實在是滿目蒼儀 一遮陣 最嚴重的應該是左手邊 最嚴重是這裡 即是說鐵蘭二號橋就是這裡 是,二號橋 好像沒有焚燒 沒有焚燒 只不過畫花了 畫花了後花 還有一些路牌畫花 我比較相信畫花那些可能就是非校內人士 或者非校友 寫著報仇 報仇 這就是當時最激烈的轉彎位 就是二號橋這裡 對 這條就叫做二號橋 其實一出去就是科學園 是啊 本來是中大後門的一個出口 一出去就通高速公路 所以很多教師喜歡在這裡出去 他們寫了二號橋 現在政府就找一些石子包住 剛剛又加上鐵絲網 前一陣子還沒有 是啊 又建了鐵絲網 還有建了大石 當時來說就是 其實我們站在這個圍市 是經過兩支彎位 其實就是站在橋上面 或者是另外一邊 然後衝下來 然後這一邊 當時段校長就是這裡中伏 在這裡 剛剛想過到那裡 走了才在那裡 即是連大學校長都中催淚彈 這個歷史上應該沒見過 最激烈的就是這個位置 應該就是 學生這裡 通常我們拍到好像 黑澤民的亂 那樣的場面 就是因為這邊有火光 對面 然後他站在這個牌後面 還有推了那些大圓桌 還有其他的東西 就是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後面 靠著那個山坡 山坡裡面有一支 沒有什麼人走 沒有什麼人走 我平時開車就走這條路 是的 因為我通常開車就是 在馬翁山那邊過來 是 一定是在這裡進去 最方便 是 但那晚呢 就是 因為他 怎麼說呢 就是那些燃燒彈 就是這個路口 就是這個 這個牌那裡 是 變成在這裡燒著的時候 然後那邊 拍過來 有些警方的所謂 光線 變成一個背光 構成了一個畫面 就是 我很記得 黑澤民的亂 那部電影 那些人 拿著那個 光復香港的旗 還有是 站在一個 那些 跑步 就是 競賽裡面 那些 那些 叫什麼 是 梯及欄的時候 就推上去 將它變成一個療妄台 是 那這個就是整個畫面 好 那這棵樹種了很多 出來彈 在這邊 你可以看到煙是全部灰 啡了 啡了 是 是燒焦了 燒焦了 那棵樹 你看一下本來這棵樹就是 對 這邊可能是耕頂燒著的 是的 一定是出去彈 那這個可能燒著了間廳 再分了上面 是的 似乎就是這樣的 這個是二號橋 二號橋 OK 這邊就在那邊通過 中大的寧蓋校園的後本部 山上後面 入府那邊 這邊是舊職員宿舍 OK 你以前住那裡 哈哈 好吧 OK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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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我 好 好 來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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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